昨晚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发布了一支视频并配文 干拔冲顶记录能否就此书写 2023年1月屏息相待 只见画面中一辆仰望R1伪装车 全力冲向前面的打沙坡 那冲沙对于越野车有什么意义 仰望R1的水平到底如何呢 打先别挤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仰望R1定位百万机硬派越野车 冲沙这种秀肌肉的项目 当然是不能少的 况且从视频画面来看 尽管这个坡度非常高 但是仰望R1凭借动力上的优势 一飞冲天拒绝刷锅 传闻中这台新车将拥有超过1000匹的马女 冲沙首先讨厌的就是车辆的动力 仰望R1最大的卖点就是传说中的轮边电机 四轮独立驱动 王川福之前在发布会上说过 仰望新车将搭载一项颠覆性的黑科技 可能就是指的这四台轮边电机 另一方面新车可能还会搭载 比亚迪最新的22.0T发动机 因此仰望R1还能实现真正的坦克掉头 此前就无人机拍到过相关画面 只见测试车辆以自己为原型 轻松旋转360度 而且四轮独立驱动还能实现浮水功能 完全就是水路两栖大坦克的即时感 从网上曝光的专利来看 仰望R1甚至有可能还自带车载无人机 据了解这次冲沙的车辆配的是27560R20的轮胎 而且新车整倍质量可能超过了2.8吨 在此之前不少叠招也爆出 仰望R1在涉水和越野等方面 也展现出了强大的一面 此外冲沙也考验车辆的发动机电机 变速箱等在高负荷状态下的可靠性 当然也有网友担心长时间的耍沙漠 会不会触发电机过热保护 比亚迪直营事业高端品牌中心运营总经理 袁淑斌亲自恢复 他表示电机有足够的设计余量 能确保电机散热 高管都下场解答疑惑 可以看到对于仰望R1 比亚迪内部还是很有信心的 此外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视频太短不够过瘾 也有网友喊出了 50万咱们交个朋友的口号 大气点的网友直接表示 持币代购 希望比亚迪能满足他的理智和面子 看来有不少人对于这台百万级的硬派越野车垂涎已久 前一段时间有设计师分享过仰望新车的渲染图 整体造型设计非常霸气 比之路虎卫士和奔驰大技 在气场上也不落下风 再加上宽体风格和硬朗线条 更是有很浓烈的战斗气息和高级感 而且根据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 新车的外观设计和渲染图有很高的重合度 自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发布以来 大家对于上百万的国产车充满了好奇 目前的官方消息显示 仰望新车将于2023年1月5日正式首发亮相 届时车图腾将和大家一起见证 中国自主品牌百万级硬派越野车的诞生 千万不要错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